�貓 這句好長一個單字,我們先看一下中文 快樂到飛上天 快乐到飞上天 Stratosphericly happy 是这个字 Stratosphere Ickley 那你看到 Ickley的字尾的单字 其实这个A不念 Ickley 它很像三个音节的单字 第一个音节中音 第二个音节就不见 OK我给你一个例子 就像Family 我们不念那个I 我们就念Family 两个音节就好了 OK Stratosphere Stratosphere是一个地方 它是在我们地球最上最上面 的一层的空气 那还没有到外太空的地方 还是在靠着地球那个地方 但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地方 OK所以我们说 快乐到飞上天 这个上天就是很高很高 非常高的地方 好几个英里 好几个公里高 就是Stratosphere 连地球上最高的山都没有到这个空气的位置 Stratosphere 我们要注意到 我们要注意到 Happy这边不会有一个气音 所以我有两横在这边 Happy 所以要注意这个P不是念P 这个K也是 但是它是盖住了 所以有一个打勾在这边 Ickley Ickley Stratosphericly Stratosphericly 所以这个FE在这边有一个中音 Fear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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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atospheric 那我的TR就是用一个音标 这个C就代表TR R 为什么用一个音标呢 因为TR 如果说我分开寫T跟R 那就看起来好像是TR 那C就是我们上额的音 所以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位置发出来的音 所以这个比较适合我们英文的TR 那这个是散音 这个T编程是散音 再一次